恭喜發財!GTuber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上集和大家玩了全球最大的海洋主題樂園 珠海長龍海洋王國 未看的,記得去看吧! 今集和大家住在世界上最抵注 CP值高度爆的五星級度假酒店 長龍環琴灣酒店 除了有夜玩和勁底住之外 酒店還有海豚看的 想知道這間酒店到底有多棒? 就記得看下去吧! 來珠海長龍環琴灣酒店 在港珠澳大橋搭金巴就最方便了 大約45分鐘就下車過關 之後就叫車或搭的士 大約50元,20分鐘左右就到了 一到酒店門口就已經有Bellboy幫你開車門 拿行李,服務非常到位! 酒店大堂超大 最吸收的就是中間那幾條金海豚 絕對是一個打卡位 還可以和卡卡虎一起留下線影 要合照的話就可以找專人幫你 那就不用自己就位那麼辛苦 一個圓拱形的天花真是超美 喜歡拍照的朋友仔 是時候發揮你的創意 大堂中間的金海豚 除了用來打卡之外 其實是用來分隔酒店兩邊的 一邊是海馬區 另一邊就是海豚區 這間酒店實在太大了 所以要找餐廳或者房間的話 先看看屬於是哪區的 這樣會容易找很多 今天很多人等了大約15分鐘才拿到房間 今次的房間是在海豚區 立即上房和大家看看 今次非常幸運地 升級了我們去19樓的行政房 房間面積大約450呎 夠大 用了原木式系設計 簡單得來又不失貴氣 整個氛圍令人感覺很舒服 這間房間第一個亮點就是 有個很大的露堂 這個景是對著酒店大門口那邊 除了看到企鵝酒店 馬戲酒店 和長龍劇院之外 還可以看到阿豬巴之前介紹過的 宇宙飛船 飛船酒店 和長龍海洋王國 有興趣的朋友仔 可以去看一下這幾條片 這個景 可以說是把整個珠海長龍度假區 一眼看完 正 看看我最關注的廁所先 整個空間都幾大 同時兩個人在這裡的話 都不會覺得迫 不過洗手盆就只有一個 沒得同時兩個人一起在這裡拆牙 基本的個人護理產品 齊齊齊 設計上都是一罐長龍度假區 酒店的靚靚風格 洗護產品是獨立世之裝 味道有點像香薰的味 挺好聞 用起來都OK 沖完不會很乾 除了有兩支550ml的水之外 還有兩支1.5L的水 超誇張 這個風筒 又是超人性化的設計 要一直按住按鈕來用 還要沒有風嘴 風超散 幸好有多一個正常的 但夠熱不夠力 還有風嘴較大 令到風非常不集中 要吹漂亮個頭 今次真的要看技術啦 這塊鏡夠大 中間還有一盞圓形燈 保證到美容清清楚楚 洗澡位夠寬 兩個人一起沖 還有位置剩 但花灑的喉比較短 水溫有點時冷時熱 應該是喉的問題 不過不要緊 用雨淋色花灑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給小朋友用的沐浴露 設計得非常可愛 這間房第二個亮點就是 有浴缸 雖然不是很大 只是普通尺寸 但玩完一天回來可以浸一下 都夠爽啦 還有浴鹽提供給你很貼心 馬桶有個位置可以放東西 適合要帶手機去方便的朋友 還提供小朋友用的刺板 衣櫃裡有兩大兩小浴袍 一般酒店浴袍的質地 不知為何特別有一件浴袍的圖案是不同的呢 還有一個枕頭 燙斗和燙山板 用來擺貴重物的夾萬一個 提供了兩大兩小的拖鞋 都挺好穿 還有個拆鞋器可以擦一下對鞋 衣櫃對面就有塊全身鏡 可以照到漂亮一漂亮才出門口 有個行李架可以好整齊地擺行李 提供了一套茶壺可以探一下茶 還有果盆送 熱水壺一個 各式各樣的茶包和職用咖啡 雪櫃有啤酒、汽水、牛奶和兩瓶水 不過就不知要不要收費 我想應該是不用的 電視目測應該是50吋 以這麼大的房間來說就太小了 除了長龍自己的幾個台 和內地的台外 還有些國際台可以看的 六尺大床 少少偏硬但OK舒服的 枕頭有兩款 高那個就有少少硬 矮那個就軟些 你會喜歡哪款呢 還有一個是給小朋友用的 兩邊床頭都有燈掣和插頭位 香港用的三腳插都會用到的 不過就沒有USB頭 那又差少少 幸好書櫃位有一個 還有充電線給你 這樣都好些 有張給小朋友坐的椅子 大朋友就可以坐這張梳化 坐在這裡玩笑都幾爽的 房間裡面有這本漫畫 是講環琴灣的遊樂 是不是真實歷史我就不知了 不過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都幾過癮 還會講些動物的知識 不要說小朋友 就連大人都適合看 這張房卡套有酒店地圖 和推薦的打卡位 要找餐廳或者打卡位 就方便很多 看完房間 是時候去吃點東西了 吃東西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分享 和留言點讚GTuber 多謝 還有按鈴鐺 有新片出的時候 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了 來到海豚區三樓的瓦聚囊 吃下一些輕食 牛肉啪啪來 牛肉很乾身 除了有黑椒味之外 就吃不到有其他味 包就韌韌的 口感不錯 雖然牛肉一般 但配合酸瓜 整體味道還可以 烤雞翼 沒有特別 正常烤雞翼味道 飲品方面 我就叫了一杯烤鐵 沖了三個層次 口感滑 但咖啡味偏淡 好 就給你自己下 不喜歡喝濃味咖啡的話 這杯就適合了 阿豬嚕就叫了一杯爆打檸檬茶 茶味夠濃夠濃 不會太酸 又不會太甜 味道配合得非常好 好喝 除了有我們吃的東西之外 這裏還有角色各樣的蛋糕和三文治 要健康些的可以吃下水果 想特別些的話 還可以吃這個同趣轉轉落下午茶 連泡菊都有 這裏環境不錯 還有室外可以坐 服務也非常好 這餐吃了188元 雖然食物的味道不算出色 但以環境和服務來說 這個價格在五星酒店可以接受 吃飽飽就去找動物看看 來到海豚池看看準備海豚 可以近距離看到這麼可愛的海豚 真是很療癒 雖然海豚是很可愛 但記得不要伸手去碰它們 這裏還有個環境灣水世界 是一個迷你的水上樂圈 除了有滑梯和沙灘之外 還可以在海豚之窗那裏 超近距離地在水底看海豚 可惜阿豬巴去的時候是冬天 所以暫停開放 除了海豚之外 這裏還可以看到火烈鳥 總是覺得牠們的腳這麼幼 很容易骨折 有條庫長河 可以坐船仔去到海洋王國 沿途會經過長龍劇院和馬戲酒店 除了代步之外 還可以欣賞到珠海長龍度假區的美景 都不是說不爽的 不坐船的話 可以沿著條河的風情步行街 散一下步 打一下卡 幾捨意的 走著走著就來到長龍劇院 這裏每天都會有國際頂級的馬戲表演 可惜這次阿豬巴沒有時間看 有看過的朋友仔 不妨留言告訴我好不好看 是時候回酒店吃晚餐 選了在海馬區一樓的漁港食街 是吃粵菜為主的 露水獅子鵝頭片 好滑 完全不鹹 那些露水不會好鹹 超有鵝味 超棒 那些豆腐口感非常滑 吸了那些露水汁 超棒 牛肉炒果條 牛肉很軟 雖然整碟炒得不夠乾 但有鑊氣 略為鹹了少少 但好吃的 叉燒酥 外層夠酥脆 雖然裡面的叉燒不算多 但甜甜的 整體來說不錯 西瓜汁 很清爽 不會很甜 感覺上像是真正的西瓜汁 美式咖啡 味道像茶餐廳的齋啡 沒什麼特別 這裡除了地方景大之餘 環境都不錯 還可以看到師傅在做食物 服務也好得不得了 這餐吃了361元 五星酒店來說算是值得吃 吃完晚餐 就在酒店逛逛看看還有什麼 在樂響科技體驗中心這裡 可以駕駛模擬飛機 一型是波音737 值得玩啦 298元就可以玩到 香港玩這些 差不多要1000元 駕駛完飛機 還可以來夾一下公仔 或者扭一下彈 想買紀念品的朋友仔 可以來海豚精品店這裡看看 玩到累累的想放鬆一下 做個SPA也可以 要買澳門食物做手信的 可以來明澳方餅家 這間Candyland糖世界 除了有超多零食買之外 還有很多MM 又到亞豬巴瘋狂購物的時候 好啦 這間Star Park竟然有炮谷賣 不過就沒有咖啡未炮谷 想吃快餐的話 就可以來這間海豚咖啡 要吃貴價的中國菜 就來海景軒 可以看到南中國海的海景 如果有其他用品需要買 可以來這間迷你超市 第二天 第二天睡醒 就去海豚自助餐廳吃早餐 這裡分開兩個區 我們這次就去亞馬遜森林那邊 看看有什麼吃 炒菜 炒菜 炒薯仔絲 肉碎炒豆角 肉片炒椰菜 炒米粉 竹就有紅豆淮山竹 牛肉竹 燕蜜竹 還有不同的配料和油炸鬼 蒸野有叉燒包 奶黃包 馬拉糕 糯米雞 桂花糕 和QQ造型的包 煎炸類有 咖喱角 春捲 薯條 榴槤角 炸鮮奶 煎小籠包 還有魚蛋 鹵肉 牛雜 即煮粉麵 和滑滑滑的腸粉 中式甜品有 小米餅 肉米餅 椰汁西米露 和冰糖銀耳糖水 小朋友可以選 鴨仔餅 泡菊 三文治 粟米條 山楂卷 蛋就有 鰻魚炒蛋 和煎蛋 注重健康的朋友可以吃 乳酪 沙律 火龍果 西瓜 橙 青蘋果 金 和各種鮮果糖水等等 西式的有 芝士 雞胸肉 黑椒牛肉 煙肉 薯仔 炒蘑菇 腸仔 火腿 德國腸 和長風粉 還有各式各樣的 酥皮麵包 西式麵包 和芳包 和芳包 或者自己做一件 多士吃下也可以 甜品 就有這個必食的 麵包布丁 和朱古力麵包布丁 飲品有 咖啡 奶茶 菠蘿汁 芒果汁 蘋果汁 橙汁 紅茶 綠茶 和鮮奶 食物種類 極多之餘 整體來說 味道都是好吃的 環境就不用說 當然是好美 還可以欣賞著魚來吃早餐 服務也非常好 就算要給158元吃這個早餐 都絕對是超值 吃飽飽 就是時候退房了 只要將房卡放入大堂的快捷退房箱 就搞定 非常方便 如果當晚你會繼續住在珠海長龍度假區 去其他酒店的話 酒店還可以幫你把行李送去當晚的酒店 要去珠海長龍度假區的其他酒店 可洋王國 或者是宇宙飛船的話 可以坐這些免費的穿梭巴士 床衣背後 撇開美麗包裝外層 讓你知道實際情況 讓你三思以後行 酒店就和大家住完 是時候告訴大家 到底一晚房的價錢是多少 正房價一晚最便宜 由998元起 如果想玩兩個樂園的話 就選它的Package 最便宜1518元起 除此之外 還有不同的Package 大家就選個適合自己的來買 這間珠海長龍環琴灣酒店 老實說 除了房間的水溫有少少時冷時熱 電視太細和床頭沒有USB頭之外 其他東西我都滿意到極貶 房間久大之餘 又有露台又有浴缸 設備也算是很齊全 而玩樂方面 又有海豚又有火烈鳥 還可以坐下船仔或者沿著河邊散步 真是超chill 食物方面 中餐、西餐、快餐、自助餐等等的食物 一定有一款適合你 至於服務方面 真是好到無話可說 無論是門口的Bellboy 前台、商店、餐廳等等的每一位員工 就連清潔遮遮的服務態度 都好到不得了 不是機械式那種好 而是非常有親切感的那種 自然得來又貼地 令人感覺極之良好 總括來說 用大約一千元就可以住到這間 拿過由世界旅遊大獎 WTA頒發的全球領先主題酒店冠軍 和TTG中國旅遊大獎的 中國最佳主題酒店 絕對是超值 阿豬巴力推這間性價比高度爆的酒店給大家 來珠海長龍玩的話 一定要嘗試在這裡住一晚 今集就到這裏 下集見 拜拜